大家好,我是茶屁師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這個對遺忘的故事生存 然後我們上次幹了什麼事呢? 上次我們就蓋這間可可豆溫室 覺得好爽 我們上次就蓋了可可豆溫室之後呢 應該說是我們先去找的還小小的還超小的瀑布 地下瀑布 然後蓋了這個可可豆溫室 可是今天可可豆還是沒想玩 然後今天好像新的成就已經會進來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吧 請收集半香樹葉 半香樹葉 大概就是半香樹葉 天啊,應該要需要很多棵樹 還要釣石條魚 就是今天的成就了 我們今天就來吧 所以我才特別做了釣竿還有新的剪刀 我們今天要來收集樹葉喔 不過它沒有限定樹葉 所以應該是什麼樹葉都可以 不會 可以在這裡 我們收集樹葉呢 我們去森林牧射 森林收集樹葉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去森林收集樹葉 順便就直接挖一點 掉一點小魚啦 最好的打算就是這樣 好了 前面就比較好採收樹葉了 然後要怎麼採收樹葉呢 你只要用打的就可以了 還蠻容易的啦 咦,我還收集到一個蕨類耶 絕對 絕對 半鄉樹葉 很簡單 今天 因為蠻不採的 半鄉樹葉 還要釣魚 其實樹葉收集很快 這樣就快要64個了 我們就趕快來吧 踩上好多個草 藤蔓也有耶 剪刀這麼好用我以前都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收集我們的樹葉吧 我現在只有準備一把剪刀 如果這把剪刀爆了還得再回去重做 這種爽快的感覺 剪刀的力量 這麼多 完創成這麼久了 我居然低估剪刀的力量 這麼低估剪刀的力量 實在太帥了 我真正低估剪刀的力量 我真正低估剪刀的力量 這麼酷 全部都砍掉 絕對可以帶回家做裝飾 所以還不錯 沒了 橡樹葉 好啦 那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回家再去做一把剪刀 原來砍樹葉這麼容易喔 好多的樹葉有喔 欸 還在偷射我 欸 穿機中的殭屍 弓箭手 馬上好啊 馬上上岸 看你怎麼抓 然後釣石條魚相對是比較簡單 先狗精加藝 哈哈 這邊就可以直接回家囉 這邊就可以直接回家囉 這個地下地方 這邊蓋得太好了 然後現在我們的樹葉都可以丟進去 一小箱的樹葉 意思是說要裝滿這一些吧 每一半箱應該是 嗯 嗯 隨便好像裝滿 這一排喔 對 應該裝滿這一排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裝滿那一排就可以了 沒差啦 半箱又不一定要剛好很好 因為根本沒有剛好 剛剛好啊 那我們就先回家睡覺 今天採集完樹葉之後 我們再去釣魚 在這集 如果還有剩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再去採收濃作物 嗯 很好打算 好 早安 睡飽飽 再出去 然後 你可能會發現我 去砍樹葉 可能都是去找 離自己家 很遠的地方去砍樹葉啊 欸 他什麼時候上岸的啊 而且居然穿 穿金裝 讓他不用被燒 太賤了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定要去那麼遠地方砍樹葉嗎 因為 自己家的樹葉 可能會覺得很破壞風景的感覺 對 這一下就死 好吧 這一下 喔 喔 這麼大方喔 喔 太酷了啦 欸 神欸 那我們今天就 去找那個 差別真大 我們今天去找那個比較好砍的 像眼前這個 一個 這些都可以採集 全部採集吧 全部採集吧 好了 你再馬上要一堆 才是真的 真的是超級實快 哇 真是耗耳朵啊 這個層就還蠻耗朵的 還有耗力 那邊樹也可以去採 反正離我們近的樹就盡量採吧 從這種角度來看 採樹葉似乎比較爽快的感覺 欸 水耶 給我剪 這應該全部都採完了 好了 換上面那顆 真的好爽喔 我們看 那我們看看有沒有 欸 這裡有看 好像好 咦 原來穿越這片高山是沼澤 欸 有看 好酷喔 我就說這很浩子了吧 這是沼澤耶,很酷耶 第一次在這種地方看見沼澤 裸露出來的那個 礦 雖然現在不缺 所以以前不挖 我現在再去做一把 這樣搞不好可以讓家裡長草了 我們家應該往這方向對吧 呦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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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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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家 我們藏電金圖 突然覺得樹木這麼有用 再一些就可以了 我們做一些在家旁邊做裝飾 剩下的話就隨便讓你打 然後之前有放絕類 有採收到絕類 放在這裡好了 這邊蠻空虛的 然後這裡當然也要洗手 當然也要放一個 放在睡覺地方好了 睡覺地方蠻空虛的 哈哈 這就可以了 喔 好鐵放全面耶 你這個 做這個 那麼好鐵的 出去睡覺吧 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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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家店好豐富喔 怎麼會有這麼爽的感覺呢 哎呀 你不想喝對不對 反正你最近被我殺了 還想不到我跑咧 今天一直給我吸 不是的喔 今天這麼不愛我 亂跑 前面有一棵比較好砍的樹 有點是那裡 真的 然後你踩到六十四盒 踩到64個 這樣應該夠了吧 好的這樣應該夠了 我們回家吧 以後可以拿這個來修達炒鉤 你怎麼不想要有輸業 蠻酷的 好 你都快過了也沒什麼用 好了 YES 這樣一小香米這樣子 總在有一堆的樹葉 好爽喔 太感動了 那今天一半的沉醉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今天 接下來就是要去釣魚囉 怎麼釣自己啊 我們食物釣在哪裡 不 趕快回來 我們食物呢 應該是放在這裡 不然呢 嗯 好啦 從後門 水 拋桿 魚 野 一條 往那邊 釣魚其實蠻簡單的 你只要看那個水裡一定會有魚,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 兩條了,喔~~ 太爽了,太好玩了 雞流速有時候蠻多魚了 我相對有時候玩一條魚都沒有 我們就要試試看 又一條,YES 一片海大概通常,一片水魚大概只有五條魚而已 好錯,然後那種淺灘有時候也會有魚 所以你不要看那淺灘就覺得沒有魚喔 只是不容易而已 YES,又一條 喔,四條生魚了,四條生魚了 我們就要看這個魚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 嗯? 嗯? 算了嗎? 好吧,所以可能沒什麼材料 那我們去其他地方好了 欸,我們去其他海域也學會有更多喔 這邊怎麼樣 欸,就要這樣去而已 欸,好了好了 又一條喔,釣魚好好玩喔 真的釣魚要是有那麼容易的話不就... 呵呵呵 其實,油管不看它,你只要聽那個...水的聲音 你就趕快把...你就趕快按滑鼠的電器就掉起來了 欸,竟然這是什麼的,你那麼久 算了,這是我們去其他地方好了 十條魚,這些算蠻簡單的工作 其實這個也蠻爛的一招啦 喔,糟了,剛才沒有即時手感 沒有即時手感啦 就來這裡 哇,岸邊釣魚 啊,岸邊釣魚 來吧,來吧 我們前來要五條 你也釣小怪 呵呵 不 不 啊 欸,對,這也是個好方法 不過有時候不太可惜 因為你在水裡面有時間限制 耶,終於又有一條了 喔 當魚都在吃苦 欸,因為他這邊也有一片耶 來,未知海域 如果你一直都在在同一個海域的話 釣到魚的機率會越變越小 最後甚至完全釣不到了 所以我要換一下水域 要換一下水域 它一隻 好,快點 爽 再一次 好了,再三條就好了 好,這超性感 5 5 好了,他應該可以了 馬上就有一條了,好感動喔 太棒了吧 來看看還有哪邊,欸這邊 再一條就好了,再一條就好了 可惡啊,再一條就好了,再一條就好了 這條就好了,好感動喔 欸,酷,再一次可以 欸,大類哥 可惡啊 喔! 石膠到了! 耶! 基本石膠都結束了! 那有什麼得的啊! 我們這次實況好像沒有進行很多耶! 我們再去玩一下好了! RUN! 哇! 太好玩了吧! 來! 我們來把魚烤一烤! 然後就出去睡覺吧! 明天早上我們去炒一下小麥好了! 小麥好像還沒有完全長好! 好! 走吧! 喔! 其實說沒長好! 其實大部分都長好了! 這個牠會踩收了! 這個牠會踩收了! 我們先踩慢慢收! 這把主頭快要爆了 我們先慢慢收 如果這樣會不會太慢喔 我就說吧 魚羽熊掌不可接的就是這種 出土形收採收法 最後還是回復出土形採收法 來 我們先拿去吃好了 好像麵包變很少 現在已經產生這麼多個了 麥芹其實也不算太小啦 以後我們來考慮看看來做個 一個好了 用小麥芹收機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房間很不足 所以暫時這個夢想先另一方 先不去想 對啊 像我每次拍完影片 都會去翻一下 看一下自己拍的影片 我發現我每次 我發現我每次我每次 看我每次自己走小麥芹